嗨 大家好 我是凌凌 这是一个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 那个看中文的看中文 看英文的看英文 Covet真的假的 全新上线 全新feature 个人主页 全新上线 现在就登入Covet的期待 你会获得你的个人贡献 学习历程 你可以自己换你的头像 换一个自己喜欢的脸 可以换造型 把型 还有就是左边右边水平翻转 同时呢 还有它的Gravator 然后它有像是Github一样的 你的每一天的贡献都会很明显的写出来 贡献的很多也会被看到 每一天 然后同时你可以改名字 改钱就可以捏脸 还可以写Bile 所以你的贡献全部都可以被看得见 这是一个小程是我大学电机系的同学 他是我们的 我不是电机同学 然后他获得半导体博士之后呢 他就说啊 那个武汉的红星饭台 都已经做到45奈米 还经到90奈米 还又到底在搞什么回 那因为大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 国家富强 所以你们说已经超过台湾 因此他们决定要去武汉的红星发展 但实际上呢 根据就真正电机系的全程 告诉我们说呢 X奈米的X奈米呢 其实是电晶流电流通道里面的大小 所以X越小 就回到有限代表尽量都帮助更多的电晶体 实际上台积电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90奈米了 2020年的5奈米 定格2021年 韩国的3奈米竞争3奈米竞争市场 不知道在台湘什么东西 我万一听不懂 广东的凤梨自销 我们为什么卖出去 这边还能买台湾的呢 他们在说什么 这个是契尔伯伯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翻 他下一个谣言 他下一个人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在说呢 大陆内衣的广东的黄梨都已经卖出去 还能不能买台湾的黄梨吗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大陆他们完全不懂台湾叫凤梨 他们叫凤梨叫菠萝 所以他们看到凤梨的时候他们以为那是黄 所以他们就说那内衣的黄油卖出去 怎么会买台湾的凤梨 但实际上台湾的凤梨做的比较好吃 所以他们还是会买台湾的凤梨啊 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就做了一个LINE的机器人 所以可以跟他一起面对这些LINE上面的假讯息 如果遇到想要缠的东西就可以分享给后辈真的假的 他会告诉你其他人查过什么样的资料 那机器的资料也知道要回什么 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你资料库怎么找不到的太队的过去吗 要不要成为第一个帮助对方的人 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要往网屋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进来看讯息回应啊 我们已经收到超过4万6000者的讯息了 也有人在上帮忙回应 那资料都已经开放在网屋上 以CDBYC的方式开放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那今天在中研院呢 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行散基因的有解issue 像是我们有几个Google Earth Issues 是像是让日期的显示可以从相对日期变成绝对的 比如说2021年3月20号 那现场有工程师清早MrRD 我们可以一起让网站跟基因人很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小麦要符合写程式 这是ORD刚写好的那个社会影响力报告 我们可以就是有一个新的网站 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复资料库里面的讯息 那还有什么现在资料按回应站 会按照就可以了 超级欢迎新手新手100分 请的东西呢 就会变成记忆人的回应哦 协助开放资源科技工具 那没了没了没了吗 没了好 没问题 我们有AI工程师已经用过很久 不用管他 那还有订阅实习阅表都可以 没了 谢谢 谢谢